日本第一牛郎罗兰 凭借强烈的个人魅力 成为许多女性客户心目中的首选 她经营了牛郎店 因为疫情被迫停业两年 在去年年中终于恢复了营业 不过她于一月初 公告这个月的行程时 这被发现除了固定公休日之外 连11日到14日都有休息 等同于一月上半个月 她只工作6天 如今她透过IG限动揭晓原因 那就是她来台湾了 还特别许愿希望能看到正妹 事实上她曾在2020年初 到访台湾一次 当时她去了夜市 按摩店以及寺庙等地方 令她觉得相当新鲜 也对地瓜球莫名上瘾 后来她又跟YouTuber三元Japan 一起拍摄了品尝台湾料理的影片 对台湾为食物占不绝口 相信这次访台也会到处品尝台湾美食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